印度将向美购买90架隐身无人机总价获达30亿美元 请点赞订阅 谢谢 观察者网消息 几天前 美媒报道称 美通用原子能公司正与未居民海外用户讨论出口复仇者隐身无人机 稍后 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总裁宣布 这笔生意的规模出人意料 该公司可能未来几年内向一个国家交付90架复仇者隐身无人机 而此前报道都指出 这个未居民海外用户 就是印度 据资料 复仇者无人机成本可能是1200万美元 按照国际军火市场通常计价方式 这笔交易总价可能至少达到30亿美元 复仇者无人机首次向记者公开 记者们乘坐一架小型飞机拍摄了该机飞行中的画面 这也是一直保持神秘感的通用原子能公司首次开放其主要试验基地 据美国防务新闻网站8月21日报道 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总裁戴维德亚利山大 在接受采访时证实了该公司正与海外用户商盘出售复仇者无人机的消息 他说 数量是90架 这是个大项目 该公司战略发展部门资深经理罗伯特沃克补充说 相关细节还在谈判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2016年时 路透社就曾报道印度 向美国提出采购100架捕食者C无人机当时复仇者的名称 不过该刊也指出 根据MCT-2条约 武装无人机属于一类管制产品 与导弹地位相同 因此美国政府究竟是否能批准出口带有武装的复仇者尚不清楚 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禁止向非北约或其他与美国没有签署同盟协议的国家出口此类装备 但这一奥巴马时期的政策现在正在接受美国政府的重新审查 可能打开向印度出口复仇者无人机的大门 印度是美国长期以来的合作伙伴国家 但美国禁止想其出口武装无人机 飞行中的复仇者无人机 该机是首架原型机 代号天使一号报道称 美国防务新闻圈子内 通用原子能公司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存在 此前从未向记者开放 但今年8月15、16日 他们首次在其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了出口复仇者无人机的相关消息 在活动中 该公司首次开放记者参观复仇者无人机原型机 代号天使一号 据介绍 该机比未来的生产型略小 发布会上 该公司代表宣布 这架无人机已经参加过人道主义救援任务 向受灾区域空投了其在贺舱内的食品 啥也不说了 就贴几张聚照榜 一模一样啊 啥也不说了 就贴几张聚照榜 一模一样啊 不过 该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参观过程中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该公司表示 印度购买这种无人机 可能安装大型光电侦查系统 用来进行边境监控任务 不过也同时说 这种无人机可以携带重型载荷 未来甚至可能携带激光武器 观察者网军事评论员表示 美国通用原子能公司复仇者无人机的造价 约1200万美元 按照国际市场上出售时翻倍的惯例 每架2400万美元 90架无人机价格达到21.6亿美元 再加上相关弹药机载设备等 总价格可能超过30亿美元 相比之下 巴基斯坦此前与中国达成协议购买8艘常规动力潜艇 据称价格也仅为50亿美元